NBA新赛季 又欠费了 第一条消息是根据明记乔纳森费根的报道 火箭队下属球队毒蛇队的前主帅马克布莱茨新赛季将加入火箭队的教练组 此前他曾在球队球探组工作 也担任过篮球运营总监 拿温说了 作者你是不是骗人 我还以为你是说火箭又欠球员了呢 据个例子 三国演义李刘备 出了具有勇猛的五虎将败 还有以诸葛亮为首的军师和盟士 NBA也是一样 球员类似于武将 教练组和管理层人员 不就是文臣和盟士吗 相信布莱茨的加入也会为火箭带来很多帮助 他有机会成为德帅的得力帮手 与此同时就对于周琦来说 或许是个好消息 因为此前周琦在发展联盟打球时 两人就有过合作 布莱茨可以给周琦带来很多指导性的帮助 不少球迷也调谈 这大概是需要周琦的说明书了 大魔王成了最大赢家啊 当然这毕竟只是大家的猜测和玩笑话 无论对于周琦还是火箭队来说 希望大家给他们点耐心 相信他们都会打出更加出色的表现 来回馈球迷的信任和支持 第二条消息是今下转头绝筋队的小托马斯 参加了凯文哈特的节目录制 在节目中小托马斯显的异常自信 表现自己不仅仅是联盟最出色的空位之一 还是最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之一 说起来坐这之前还挺喜欢小托马斯的 只是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 即便在他的巅峰期比起微少 酷里保罗和哈登一月到一期 三级算是空位等人也是有些差距的 更别说因为伤病原因 他的表现已经大不如前 几下甚至沦落到底线加盲绝筋的地步了 只能说有自信是好事 但现在看来除了伤病 小托马斯的大嘴巴和情商也是侵害了他 第三条消息是美媒听选 除了当今联盟十大欧洲球员 最终自母哥埃德托昆博排在首位 绝京和新约基奇和尼克斯之助波尔金基斯紧随其后 军事队的哥贝尔和热货队的德拉基奇 排在第四和第五位 为了六到十名的分别是火箭队的贾佩拉 灰熊队的马克加索尔 雷霆队的丹尼斯是罗德 爵士队的里吉卢比奥和猛龙队的瓦兰修纳斯 从这份网单来看 媒体这次是根据球员 目前的实力来排的 正因如此羡慕维斯基 托尼帕克和保罗加索尔 这样传奇球星都未能入选 不过相信即便他们没有上榜 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的伟大 这三名球员都曾帮助所在球队拿过总冠军 路维斯基和帕克还当选过总决赛MVP 如今他们都已进入生涯母年 就让我们珍惜他们在篮球场上为数不多的时光吧 能然后 我认为四人之后 对 我认为一二人之后 游于是